歡迎收看國情講情繼續有我和教授 在這個年初無論香港人也好大陸人也好 買樓真的很難 我想大家都見到現在我們經常說 香港越來越像大陸 買樓這樣就變成大陸越來越像香港 你也知道大陸的社會主義社會很簡單 社會主義社會 你在城鎮市區做事的政府分間 當然大官分好些 數中平民低些 但以前都挺平等的 我在大學教書 我當時80年代去訪問大學 我便留意到校長和民員都住在同一棟 那棟樓是分給教職員 校長可能分一層 那個可能做民員的 做普通工人的又分一層 大家都是挺平等的 農村是有所謂宅基地 即是住宅的基地 除了分田到戶 人人分幾棟田 責任制之外 每一個戶口 每一個家庭都會有棟地給你建屋 你自己建的 即是村給一塊地 你自己建的 舊時真的很社會主義 跟香港很不同 但現在真的很不同 跟香港一樣 就是買樓難 而且有樓沒有樓 就成為貧富懸殊的最大因素 國下如果一早買一層樓 或者是有些家庭 你知國內很多時候 先生和太太都做事 兩個人做事 兩個都分了兩個單位 如果在北京上海 那些老幹部分了兩個在市區的單位 現在真的挺發達的 賺到手軟 但如果年輕人剛剛畢業 賺了雞稅這麼多人工 想存錢買樓就真是很困難 尤其是在當時 開始這個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的時間 這個原本整個經濟體系 逐步是由大政府變成小政府 變成大社會這個政策 但是到現在開始 原來沒有樓 是成為一個社會穩定的問題 所以變成 開始有些回頭路走了 又或者不一定回頭路 參考可能是香港 開始會有一些 保障房 廉租性住房 這些東西出現 你講的最初是 小政府大社會 十幾年前 十幾十年前開始說房屋改革 意思是 分了的就分了給你 就斷了 是你的 這次是東歐劇變之後 分國家 國企的股份 那時候就是國企的股份 人人分舊 那時候就說房改 這層樓是公家的 現在是你的 於是那些人就變成有產階級 政府就說 以後打工我不負責 就給你家屋 以後我最多給你房屋津貼 就設置你香港 你的薪水之外 我加一塊 這塊就是房屋津貼 你自己搞定 即是政府就把責任 就推了給社會 其實最初 又是像我們香港的公屋問題 最初就變成維修是問題 因為舊時就 公家負責維修 現在既然分了你 你一層我一層 那誰維修呢 即是誰負責那間整座房屋的維修 當初是有些問題 是的 原本就說 可以搞一些小區選舉的事情 最少是組織到居民代表或小區代表 去理會這些民生無小事的東西 無論是房屋維修也好 那區的衛生情況 怎樣都可以做到 但到最後也是不了了之 這個就是那時候 所謂基層民主的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大家知道 86、87年 從村開始選舉 因為村不是幹部 是一個自治組織 他便有來選 於是便選村委會 選村民委員會主任 為村長 到九十年代末 希望在城鎮都選 就是你所說的小區選舉 當時的構思就是 既然大家都有產階級 大家都住屋苑或屋邨 理論上 你都想屋苑好 屋邨好 因為屋苑管理得好 好像太古城 會升值快些 如果你們搞得不好 污糟垃圾 沒有人管理 這樣會貶值 這間屋既然是你的 你當然是想它好 小區選舉本來就說 在基礎上搞基層民主 大家都是愛護社區 關心社區 作為基層民主發展這一部分 但後來不知為何 可能大城市的人都似乎香港人 又沒有興趣 又不去選 結果這類選舉活動 都真是無疾而終 是 之前大家都可能聽過 在廣州的一個人大選舉 竟然有人填電視角色 也不知道 那區的居民都不知道 原來我可以選人大 這個當然跟宣傳 又或者是想操控選舉有關 不過也看到大家的意識 又或者流通性 或者參與程度 是真的有點差別 是 講完背後 以前那些事情 我們看看 現在沒有辦法 大家都買不到樓 買不到樓 做到我們之前很多時候都說 這些市區窩居 月光族 這些現象 因為這些事情 其實出了一件事 就是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的時間 就開始做一些東西叫保障房 寫出來 在十一五的期間 其實說到明 就是要做這個 通過各類的保障性住房建設 即保障性住房 包括廉租住房 經濟職用房 去做出來的 居屋 那些價錢的住房問題 就得意解決 聽這個數字 就好像很厲害 但是回到那些事情 竟然是變回一個社會福利 是的 你在這個基礎上 十二五規劃 就規模更大 這是2011到2015年 中國領導層承諾 三千六百個單位 三千六百萬個單位 你想想 當然 建三千六百萬個屋 有些國家連三千六百萬人都沒有 我們中國真是大手筆 建三千六百萬個單位 而且今年一年 是答應建一千萬個單位 雖然現在九月尾 很多的估計都是 地方政府都不能夠達標 即是說建建或開工 基本上是建不到的 但你都見得到 好像你剛才說 中國政府就開始明白到 房屋都是一個社會服務 都是一個社會保障 你如果令到個個都是武學窩牛 社會很難穩定 政治也很難穩定 因此他都明白 好在現在中央政府都有些錢 要建建這些 他們叫做經濟適用房 即是居屋便宜些賣給你 廉租房 即是我們的公屋便宜租 廉租房當然比較窮一些 你可以說經濟適用房 就是中下階層 也有些錢 不過就賣不起 賣不起屍樓 於是政府就幫他買些居屋 但這個廉租房 原來有些設計 又或者新建的 都比香港的公屋更漂亮 還有一些舊樓 是大間一點 是大間一點 即是地多 即是地多 講到城鎮人口 人均居住面積 應該要有大概30平方米 300尺 去到農村 就超過33平方米 整幅這樣 其實每間屋都挺大的 是的 例如一家三口 都90平方米 一米一平方米 其實就是10.9平方尺 即是你大大大大 就11呎 如果你按他的比例 三口人 即是90平方米 90平方米即是990平方尺 真是豪宅 舒服 在這個規模上 另外一個問題 即是衍生出一個問題 就是政府都要舉債 都要來蓋樓 大家可能都聽過 之前都說過 這個地方融資平台的一個問題 看回資料 你發覺原來在這個審批保障房那方面 它最主要也都需要是由這個地區政府 向這個市場 尤其是銀行 去籌集資金 籌集資金的方法 其中一個也是包括 就是行這個REIT 即是這個房地產信託基金 以前經濟好 一開始不宣布11.5的時間很好 但是發覺去到今年9月的時間 這些REIT的交易開始少了 亦都比這些投資機構 亦都說了這個回報率 其實相對以前來說是少了 以及令到政府補貼 即使怎樣補貼都不明顯 其實這個就是反映到現在 我們現在常說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地方上所謂融資平台的債務問題 所謂融資平台也就是說得好聽些 其實是說地方政府自己搞一些公司出來 利用這些公司向銀行借錢做生意 或者叫做融資平台 其實是地方政府所擁有的企業 不過有時產權就不太清楚 有時很可能這間公司 正正式式是地方政府所擁有的產權明確 理論上債務地方政府要揹起 有時轉了很多手 很多彎路 那間公司都不太清楚政府擁有 而且那些債務是誰負責呢 有時難說 現在這個地方債務問題 有些估計一年去到 即是它的總額已經去到 中國一年的GDP的27% 即是有些是這樣估計 有些甚至就說 正如你剛才說 因為現在又要建這些延租房 可能其實已經升到37%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從歐洲的國家來說 我們中國的國債 中央政府就比較輕 17% 但是地方政府估計現在是27% 很可能將來搞這些延租房 經濟使用房 種種的社會服務的承擔 很可能會高到37% 各債都不輕 好了 休息前就買一個關子 考考大家 知不知道在WEF世界經濟論壇裡面 我們中國籍的副行長 講過中國的地方政府現在負債多少錢 休息回來揭曉 回到國情講程的時間 首先揭一揭曉 如果你剛才沒有按Google上網看 都不知道猜不猜得中 原來我們的地方政府 即全國地方政府的總共負債 是1.7兆億 1.7兆美元 不是人民幣 是美元 即是國家的外匯儲備 都在講2萬億美金 如果一次過全國的地方政府破產 就算外匯基金怎麼給回去 這個國家都會破產 即是我們現在2萬3千多億 即是2.3兆 差不多了 即是多些 即是那10% 就算我拿了外匯基金回來還債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地方政府舉債 問題有多嚴重 尤其是錢很多時候 都是透過不知為何的手段 沒有了或者是變了後退 很多時候這些情況都會發生 尤其是在這些興建保障房的時候 更加多的東西就是一些貪污和官商勾結的行為 不算一開始 即是我計整個流程開始 譬如說柬地 又有些拆遷的問題 是嗎 即是你房地產一定程度上 你又可以說中國政府所有問題的一種縮應 第一種當然就是官商勾結和貪污 大家都知道 官商勾結以房地產業最嚴峻 至少數額最大 因為很多時候批地 或者是所謂將農地變成屋地 都是批核權自然在地方政府手上 政府不批地給你 你當然沒有地建屋 所以他就很掌握權力 地產商當然要賄賂他 第二就是這個又像香港 很多農地 或者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城市一直擴戰 舊時是城市附近的農村 那些農地現在變成屋地 又要地方政府批准批核 你才可以地產商買了些農地來建屋 所以官商勾結的其中一個焦點 自然就在房地產業 這個中國人民抗議的焦點 亦都是在這個房地產業 過去70年代開始 到80年代90年代頭 最大宗的抗議 就是當然是無量僱主 不給不出糧給人 或者是國企 倒閃門又不給遣遣費 又不跟別人工 社會保障 現在沒有飯吃 沒有工做 那當然是抗議 近這20年大家都知道 最大的抗議因素 當然是收地 不賠 或者不賠得足 在農村也好 在城鎮也好 你拆了我的房子 收了我的房子 收了我的地 我真是無意生活 如果你不賠 或者不賠得足夠 所以這也是官民衝突的焦點所在 我們有聽見很多突出的例子 甚至有自焚 即是來拆屋時 庫主自焚 都有一兩宗 而且很可能是示範作用 一個做一個做 亦都有一些釘子戶 即是誰都不賠 死定 你拆了周圍 都仍是 只有一間在這裏 既然引起媒體的注意 那些地產商似乎都 死死地氣 也有給錢 都頗合理的賠償 是的 之前都可能大家看新聞 有時不知為何 建屋會在高熱的路軌下面 很多這樣的情況 其實有些地方 是很普遍 上次上海 大家都見到一間 蓋起下 快要蓋好的新樓 整座倒了下來 真的嚇死你 是嗎 原來的貢根是這麼低 這個亦都是關乎 其實大陸的質檢 和監測質量 永遠都是 不是很合乎水平 結果那些錢去了哪裡 大家都猜到 其實很容易在貪污之下 偷工減簾 沒有了 在保障房裏面 我不知道算不算嚴重 其實都很少聽過有保障房 這些事件發生 始終都是叫國務院 批落的監管工程 因為現在都不是很 保障房只有兩三年才大規模起 現在初步聽見都有一些 很粗仔濫奏的保障房 似乎當時有些欠人 既然好像是福利 便宜賣給你的 似乎真的都 粗仔濫奏的保障房 都不少 粗仔濫奏 之後下一件事就是 拆遷 出席 到排隊買 拿樓了 很多城市有定了這些保障房 又或者這些廉租房 有些收入界限 譬如說可能是中山市 你想買這個經濟積用房 你連收入不可以高過兩萬二千元 所以所有香港人不用 像我們的公屋居屋 都是這樣 我們可能香港普通就算有80後 可能兩三個月人工已經爆了 所以就不用想回大陸處這些病房 但是原來我發覺 可以走後門的 很多走後門的途徑 包括有人在河南 有見過這些經濟適用房 是拿保馬的 大陸拿保馬雖然都是便宜 但是都不便宜得過香港買 差不多十幾二十萬一部 就是大陸制的保馬 這個此乃其一的問題 第二又發覺原來 然後可以一個人有兩間保障房 這個真是天下奇聞 很多時候制度不完善 或者戶籍制度不完善 一個人可能是河南戶籍 之後又有一間經濟適用房 但是去到別處做事 別人第二個城市做事 那個單位又批了廉租房 之後就令到那間屋 聽聞有些北京那些 是養雞 又或者養狗 不是要來住人 但是很多人排隊說 繼續上不到樓 就是很多這些問題 總之都是一句說話 簡單說 譬如貪污的腐敗等等 造成很多社會受不公平的現象 說到這些社會受不公平的現象 剛才你也提到 是窩居 因為有個這樣的電視劇集 是非常之受歡迎 因為很寫實 又很受歡迎 結果是要腰斬的 即是中音電視台不能夠再播下去 因為太過影射到現在的社會現實 影射到貪污腐化的現象 可能激起民憤 令到連一個很受歡迎的劇集 都要被腰斬 跟窩居相類似 亦有一個詞叫矮族 主要是年輕人找到工作 或者收入很低 生活條件很差 都在城市附近 都在城市的周圍 住得很差 被稱為為偽族 事實上這些都很可能是 社會上不安定的因素 你想想大批年輕人 大批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或者雖然找到工作 但收入很低 生活條件很頑皮 生活水平很低 住的條件亦都很差 窩居、矮族 你想想 讀完書本來都應該很有抱負 很有期望 結果是這樣 這類社會不滿的累積 的確很容易造成社會的不安 所以亦都見得到 為何政府現在都這麼大手筆 十二五規劃 要蓋三千六百萬個單位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蓋完之後 究竟那個分配 其實一定要盡量做到公平 如果不是的時候 這些窩居 又或者真的排不到隊上樓問題 依舊存在 其實情況都好像跟香港差不多 除了這個跟社會穩定這個因素之外 與此有關就是領導層 或者政府的威信威望 本來一般就是 國內雖然貪污、腐敗等等 但只要中央領導層一出聲 一般來說 都會起碼一陣間雷厲風行 都會修煉一下 例如掃黃、打黑之類 但是似乎房價這件事 就真的不行 影響到政府的威信 你看到 新國家有第幾條 一陣間又有第幾條 簡單來說 不斷有政策 一套一套政策這樣推出來 但是房價矮然不動 硬是壓不下去 搞到中央政府都似乎很難交代 因為共產黨領導層 本來不會那麼水皮 中央領導層說了的話 大家都應該會做給面 至少聽話一段時期 但是房價真的搞不成 所以難怪黃江亞來香港的時候 要這樣提振任權 今集國情講情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